排隊排隊 實名制買口罩政策上路 還是有人買不到口罩 更是讓大家心亂慌慌 該怎麼辦呢 有高中任職老師這幾天買不到口罩 擔心開學後 無口罩可用 無法保護自己 也無法保護 在半密閉空間上課的學生們 應該是在一個半封閉的狀態 那老師面對那麼多學生 其實老師有風險 對我來講 我自己也想要保護自己 因為我自己也是三高的危險群 那不僅是這樣子 我覺得 應該是每個人都應該受到保護 解決口罩不夠用的情況 無老師洽詢板橋製作孕服裝的業者 是權宜之計 看是否能夠買到布口罩套 就像網路上有醫師分享 把醫療用口罩裝入布口罩套內 只要每天清洗布口罩套 來延長醫療口罩的使用時間 譬如說我來講 我可以把口罩十個把它排好 然後四個就循環一次 可是口罩就不要丟掉 那是外殼口罩 比較珍貴 那我可以買這種 這種所謂可以清洗的口罩套 大概三個就夠用了 把它套進去 那這個是三個一個輪迴 然後我那個外殼口罩就可以十天 看你 搞不好有了二十個 你就可以二十天一個輪迴 全民買口罩運動得隨著新冠病毒 疫情趨緩才會有解決的方案 為求自保也為保護其他人 除了排隊實名制購買口罩之外 積極的想方設法來尋求其他的替代方案 數位天空新聞 新北市板橋採訪報導